我都是住村的 動物都是貓貓狗狗 可能透過訪問之後 發掘到原來就是我身旁附近 可能有很多野生動物在居住 介紹一下 上個星期 村農村舉辦了 在後山村人的活動 十三組藝術家將作品融入山村生活 入村記住拿回本地圖 李香蘭將村裡的蛇豬貓狗 村民的生活和藝術品都一一劃低 等你拿著地圖 行山喝茶看藝術展 都去了不同的鄉村 我覺得這裡是 感覺是很安穩 很平靜 生態系統很潔全的地方 水很清淺 種的蔬菜很清甜 前所未有那麼清新 他又沒有受收地的威脅 他也是叫安居樂業 很難在香港找到一個 不被人咬的一個好地方 我覺得很開心 他的筆下有前山林狐里圓蒙伯 他會說大墓山上野生動物的故事 葛芝梨、黃驚、山芝、箭芝、大蟒蛇 靠貓 顏色好像豹一樣 不過小隻一點 就不太大隻 你也知道他有嬰兒 那些嬰兒一吵 那些豬就來了 橋上又有攝影師澤偉良 剪出他多年拍攝的村農昆蟲照片 因為最休是在村農居住 因為環境關係 四周都有水溪 植物 所以昆蟲非常多 80年代 就在這條水坑裡 發覺村莫增跌 我又不知道 原來是香港最珍貴的唯一 有的 就底下沒有的 4、5月都是旺季 每天都可以見到 甚至在我門口都有 人和動物都安居樂業 村民最喜歡就是唱K的 在村公所的門口 可以挑戰客家時代曲 歡迎來到山卡拉OK 河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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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晉最希望就是 將時代曲改編為客家歌 現在唱這首 是村長小時候 和朋友改編的 客家版童年 這首歌並不講得那麼文雅 例如我想改鄭依建的極速 有一句是說聯黨結隊的 然後我找川仔魔奕役的時候 他們就說我們真的不會這樣說話 最後就想了變成全部一對 邪班也都是這樣 說關於黑教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黑教話越來越少人說的 是這樣的 好像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只要說多些 有機會聽多些的話 情況已經會差很遠